這個俄羅斯到底會不會對烏克蘭動手 這是一個啦 當然有一些國際學員認為說 萬一這個俄烏戰爭打起來的話 那美國就會被這個戰場所牽制 那台灣這邊就危險了 可是台灣有一些學者的看法不一樣 說如果習近平想趁這個時候 向台灣動手的話呢 連俄羅斯都是不支持的嗎 那老師的看法呢 這裡就分成說 俄國怎麼去處理烏克蘭危機 美國怎麼去處理烏克蘭危機 另外呢跟台灣的連動性 這有兩個層次 那首先我們看出來 俄國的基本要求是什麼 因為烏克蘭根本不涉及美國的核心利益 他是涉及到俄羅斯的核心利益 這個說得通 美國不可能說派他的美軍 去跟俄軍在烏克蘭開打起來 因為美軍俄軍交戰 這個是世界大戰這個級別 而烏克蘭不是美國的核心利益 美國不可能就為這個去打一場世界大戰 所以我們要看出來 俄國到底要什麼 很簡單 他因為北約他是針對北約東擴 然後東擴到土耳其就算了 土耳其在黑海南邊 黑海北邊就是烏克蘭 烏克蘭就跟俄羅斯相相銜接 那如果他進入北約的話 北約在烏克蘭做部署的話 就直接威脅到俄羅斯了 俄羅斯有一種瀕臨城下的感覺 所以現在俄羅斯要追求安全邊界 所以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 同時第二個要求 後來加入北約的那個東歐國家 前華沙公約國家 這個北約不要在那邊部署 所以他在烏克蘭邊界擺重兵 做出要開戰的這個知識 知識擺出來 但是目的是最後什麼 最後就是北約你撤軍我也撤軍 就是你撤我就撤 是這個意思 互相來達成交易 他如果不擺重兵的話 憑什麼要北約撤 可是這個概念 這是典型的黑道邏輯 所以這一次俄羅斯一樣 不是真要打 而是要談成一個 相互尊重安全邊界這樣的概念 然後俄國要形成 有法律效力的協定 現在美國考慮這一點以後 要把它包裝成新版本的 歐洲裁軍協議 要把它正式化 法律化 所以要進行外交的這個磋商 討價還價 所以俄國先正式提案給美國 美國就正式回應先拒絕 拒絕完了之後再進一步磋商 所以現在美國了解俄國的需求 然後讓德國法國也去談 讓他們也了解俄國的 這個合理的需求 所以最後應該是透過外交努力 談出一個折衷方案 然後就結束這個烏克蘭危機 因為如果正要打的話 俄國以俄國的風格的話 一定是出其不意 攻其不備 迅速出手 迅速搞定 不會在那邊擺正式 敲鑼打鼓 還要怎麼撤僑 不會找這個 正要開端不是這樣搞 所以現在的話 沿用當年古巴危機的 處理的那個邏輯 雙方應該是在 開始進行 互相對峙之後 開始進行外交上的討價還價 開始談 最後的話應該是形成新版本的 歐洲裁軍協議 俄羅斯在告訴北約 你不要把我當敵人 那我們的敵人是誰 中共 俄羅斯的敵人是中共 不是 北約要把中共看成是真正的威脅 就是我俄羅斯跟你和解 我們結束冷戰狀態 你不要把我當敵人 我們的真正威脅 也是共同威脅 是中共 因為中共的威脅是全球性的 所以烏克蘭危機 最後肯定是對台灣來講是大利多 然後現在我們就看 那個普丁為什麼選這個時機幹這個事 第一個拜登在美國期中選舉之後 估計就會跛腳了 所以他要在拜登跛腳之前 趕快敲定這個事情 再來呢 那個現在天然氣漲價 德國法國那邊 電價在上漲 如果真的烏克蘭開打的話 那天然氣的供應出問題 那德國法國也吃不消 所以德國法國這個時候 比較有讓步空間 再來習近平 那個普丁希望跟習近平談成一個 好像看起來好像背靠背 然後好像是有同盟的那個樣子 然後再來跟希望交涉 那什麼時候習近平會 滿足普丁這個配合演出 就是現在嘛 他要搞冬奧嘛 然後冬奧以後他要拼連任嘛 那如果習近平不能連任的話 表示他在黨內有很大的阻力 然後如果習近平連任的話 他也不需要看普丁的臉色 這個時候才是普 習近平最希望普丁給面子的時候嘛 所以習近平有可能答應普丁的要求 配合演出一下嘛 然後呢 普丁跟習近平合照之後 給別人一個印象 好像二中是不是聯盟了 對不對 那用來跟西方討價還價用嘛 所以他抓這個時機嘛 那結果他也知道習近平不會配合他在台灣這邊動手嘛 第一個 中共解放軍的軍備來自俄國 他當然知道他的能力不足嘛 然後習近平也沒有意願嘛 為什麼 那私下的那個討論的時候 習近平跟普丁說據說 中國支持俄國打烏克蘭 但是有個條件 就是等我冬奧辦完之後你再動手 換句話說這什麼意思 就讓普丁心都涼了嘛 表示你習近平放在心上的是北京動奧嘛 不是打台灣的動員部署嘛 那你如果不想打台灣的話 我打烏克蘭 那我就落單了嘛 我就被群毆了嘛 我普丁沒有那麼奔啊 對不對 如果習近平沒有在台灣準備要動手的話 那你俄國在烏克蘭那邊單獨動手 這樣合算嗎 不合算嘛 所以呢 現在拜登政府推出新版本的印太戰略報告 講第一件事情 中國的威脅是遍及全球 所以呢 這個要印太地區戰印太戰略出來 然後要關心這個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當然也關心東海南海這些 那兼顧的就是朝鮮半島 美國不可能讓出朝鮮半島 那所以呢 你看到表面上烏克蘭那邊有事情 的確很多事情 但是美國並沒有因此忽略了 亞洲忽略了太平洋這裡 對沒有忽略印太 沒有忽略台灣 所以美國這份印太戰略報告 就是在警告中國了 小心喔 我們還是緊盯著臺海局勢 你不要輕舉妄動 是的 所以呢 這個十六號現在傳出 這個俄羅斯很可能會對烏克蘭發動攻擊 現在全球都在關注 真的會打嗎 真的會打嗎